来,有请 OK,其实真的是势均力敌啊 就是现在,截止到现在呢 投给娃娃老师,娃娃老师的是个十百千万 两万四千,还在涨 然后现在投给流浪妈妈投的是两万两千毛巾 恭喜娃娃老师获胜 好的,好的,让我们恭喜娃娃老师已经拿到了一票 我们的娃娃老师已经拿到了一票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票会给谁呢 请冯正老师为我们公布 李龙,我给你铺一狗 我觉得这轮的话,猫猫头跳得挺帅 就不光耗子这步伐比较轻盈,律动比较好 而且也有一些女性舞蹈的这个pose在里 就感觉挺自然的,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所以我选择猫猫头 好的,好的,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了 比赛是非常的胶着 而我们的比分也是一直在上升 变成了一比一 那么最后决定两个人胜负的会是谁呢 而投出这一票,让一个人获胜 而另外一个人不喜欢的人又是谁呢 而在这个投票过后,以后再见面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再有一样的情况 而大家说,我却是因为一个DJ而把我判输了 而这个又是谁呢 你们至于这样嘛,把最难的问题 然后李渔龙老师一定要做出最公平最公正的判断 然后如果蒙面舞者输了,他要露出一半的点 如果蒙面舞者赢了,你以后就没有在广州的工作了 你自己考虑一下,事情都是小事情,没关系的 太难了 反正YY姐就是告诉你 我这边网友有说投廖博老师 好的,李渔龙请给出你的答案 YY,实在对不起了 怕丢工作吧 他实在太想看了 实在太想看他打花了 我选YY 好的,恭喜YY获得了两票 好,那么我们的流泪猫猫头呢 现在呢 好家伙 那真的是厉害了 要开始揭露 露一半 露一半 稍微等一下 露一半其实就是摘了口罩或者摘帽子 也可以中间一半,冯老师 中间一半笑话 不一定要上下板这种 没有太大必要 他可以斜着吗 可是这样更好猜啊 他为什么会离开一下 是不是因为要去补妆呢 李渔龙老师 我也这么想 好的,快乐 眼睛好好看哦 好漂亮哦 这是露了一半的脸,对不对 冯老师还真的是按上下半露的 可以,我觉得可以 可以开始露一半了 哪露脸了 你没有露脸 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的 流泪猫猫头 如果您不建议的话 按照我们的规则 按照这样的半脸的话 能不能把发际线给我们看一下 好的好的 我现在这么说 就是因为 其实我没太认出来他是谁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答案了 我有 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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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